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,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 据TikTok官网消息,2021年9月份TikTok日活用户突破10亿人。 到了2022年,TikTok依旧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增长趋势,且TikTok Shop在东南亚市场正发展的风生水晴。 位子,越来越多的跨境电商卖家摩拳擦掌,准备进军TikTok电商生态,试图享受一波发展红利,以及拓展一条卖货新渠道。 可跨境电商行业曾流传的三分靠运营,七分靠选品言论并非空学来风,而是最早几批出海卖家们的经验与教训所得。 那么,对想要入局TikTok和跨境电商赛道的卖家们来说,到底该如何选品? 其一,卖家们尤其是中小卖家,要从观念上转变烧钱拼爆款,盲目跟风的思维模式,主动学习,掌握选品思路与技巧。 其二,要对出海目的国进行市场调研,分析,了解,包括对当地市场需求,消费者偏好。 不同卖货渠道适配产品,国家政策禁令等。 其三,卖家可以利用工具和借助一些平台的培训服务、资源等,更好地帮助卖家拍扬选品思路,和学会如何紧跟市场趋势打造爆款,尤其是靠谱。 有实力的服务商基本能覆盖上诉三点方案,为卖家解决选品问题,例如海贝跨境服务平台。 首先,海贝跨境有着较为完善的选品培训课程,以及行业大牛聚集的线下精品沙龙活动。 从线上线下为卖家提供切实可行的行业选品实展经验,系统的TikTok各个站点的选品思路,运营策略于选品技巧学习。 其次,一方面海贝官网新增,新闻资讯板块,能够让卖家获取行业动态,及时了解市场爆品趋势,另一方面海贝平台内线及时更新的商品库,能自发紧跟各大跨境热门平台做好商品筛选,真正实现卖家一眼望去全市爆款,且操作简单,大大提升了卖家选品效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